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老婆的頻道 來長一下知識啦 那現在是網路的時代 大家要多利用網路找東西啦 那因為有位網友他去日本玩 那 他去到日本才發現 他有一些東西要找 那其實 現在 自由行很方便 所以大家出國的話都會 在國外買東西當然價格不一定便宜啦 我會建議你在出國前 現在國內收集一些你要買東西的 價格 因為現在因為 世界經濟不景氣 所以有些東西從日本賣到台灣來 他不見得會比較貴 所以你到國外去買的時候 你要注意價格 那當然齁 在日本你要買日本 當地有比較便宜的東西 通常都是金皮或者是 日本當地產的東西啦齁 你如果說一個東西 他是日本委託中國製作 然後又從日本 公司 賣來台灣 鋪貨 那不一定會在日本買比較便宜齁 不一定齁 因為他有可能或是直接從中國發來台灣 然後台灣這邊他也有店齁 所以不見得齁 因為這有時候要看運費的成本 或等等 或者他賣的政策齁 因為有時候他出國 到台灣的時候他賣的是貨機品 在日本當地賣的是當機品齁 所以有時候你在國外 不見得看得到的東西 在台灣有 可是價格也不見得說 在日本本地看得到的 比較便宜齁 不一定齁 那像 有些金品啊 什麼 藍袋齁齁 包括藍袋齁 他就是 在日本設計一個 專為日本 專為日本產的一個金品齁 這個東西還問 又在買金品的比較熟 譬如說 其他國家買不到 在日本才買得到齁 包括藍袋齁 他可能就是在日本買最便宜齁 在其他國家蠻有的貴 那當然如果說 你今天要買金品 你在 日本買 那在 原產地法國買 或者是 比較代工多的地方買齁 什麼 山寨A品 山寨A 那個就 就很難講啦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東西就是 你要出國前一定要知道的齁 尤其到日本齁 叫做大黑屋齁 大黑屋 好 大黑屋 什麼叫大黑屋呢 好大黑屋 來我們來看一下 大黑屋是什麼 來 大黑屋 你看 大黑屋 其實大黑屋就像什麼 就像 台灣的當鋪 大黑屋很多也是 黑道經營的啦 當然他現在有一點洗白了啦 就是他為了要服務更多的客人 因為以前 他 當鋪的 當鋪的 做法是說 他等於是在借你錢 你付利息 然後時間到了 他就把東西 當你再買回去 可是現在其實很多人 他拿去當鋪 抵押賣掉的東西 他不見得會再淋回去齁 所以他變成說 他就是 直接就轉賣了啦 就是等於 大黑屋直接給你收二手建品 或者是名貴的東西 齁 那他 就是 在賣的這樣 譬如說 你去賣給他的時候 他可能用 三成兩成一成給你收 齁 一百塊他收 二十塊三十塊 好這樣子 那他可能用半價 或者是六者七者再賣出去 當然要看你 商品的 保存的條件齁 好壞 或者是稀有度 或者是 是不是流行的東西齁 所以 在大黑屋很多人去買 就是去挖寶了齁 因為 他會因為 時間 或是產品的不同 流行的不同 或者是 呃 他店開在那裡的不同 他們價格也會波動 齁 所以大黑屋其實也是蠻多的 你來看看齁 日本齁 他是有網友在 在那個日本打的齁 譬如說 質問屋 或者是 大黑屋齁 好 最後就是 當工的當鋪啦 嘿嘿嘿嘿 好 大黑天齁是 日本那個神齁 是商業的神齁 所以我們就去 大黑屋齁 那其實很多地方都有齁 你看大黑屋齁齁 注意這個mark齁齁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注意的就是說 齁 外語的服務齁 那它有的網站齁 你要上網站看齁 有的大黑屋 他集中還有網ская 是有 網站的服務 齁 他會 Downtown告訴你有沒有外語 那再來你要注意一下 della duty free 齁 就是說 去它 approved 辦理免稅 就是說你今天買的是淨品的話 它可能有高價品 那高價品的話 你可以在它那邊開具證明 然後要出境的時候去做退稅的動作這樣子 對 所以 所以要注意 這幾年因為經濟不景氣 然後很多想要 呃 用便宜的價格買到淨品 或者是透過這樣子去賺錢的人 也是滿不少的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像 我們的那個當土裡面也有所謂的鑑定的老師嘛 鑑定也是一門大學問 那我會告訴大家啦 呃 出國不要買 那些什麼珠寶啦 貴重的東西啦 那精品的話你自己要有一定的 嘗試啦 跟大家講 不是說你在日本買的東西就一定是 二手品 一定就是 呃 正品 齁 光臺灣 光臺灣二手品都有假的 齁 齁 那至於在中 在日本在中國 很多二手品奢侈品 是不是會有A貨在裡面 我們就不知道了齁 但是如果你要買要保持的一個心理齁 就是說 我買來自己用 我是要保持的 那如果今天再轉賣出去 齁 我就算虧了 我也可以接受的條件啦齁 所以變成說你自己要懂一點貨啦齁 那如果說你自己說 喔想買一支錶 然後可能太便宜的我也不想要 那我可能要買一個有 帶出門人家看說 欸喔你這是什麼賓 齁 那你就可以去找一下齁 找一下我的衣服齁 因為自己穿嘛齁 自己穿嘛 你買原版的可能就會有一點痛齁 那一樣齁 我們在這個網站上齁 立大大黑五 或者是直問五 齁 這個可以 齁 這個可以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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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裹便 大黑 seminar 那흐 這也是很 比我們的網友 他住個飯店齁 心奈橋很近的齁 齁 然後大黑屋 有的都還保有所謂的 那個收貨啦 它也收 燕麥也收啦 那如果你真的要去那邊賣 我建議你不要帶假的東西去 不要帶假的東西去 因為被被扣起來 用扣起來 你看喔 手錶啦 貴金書啊 各種金券啊 各種有價值的 那個金券就是有價值的券啊 票啦 或者是 有價值的東西啊 在這邊都有寫 黃金啊 紀念金幣啊 手飾啊 寶石啊 連CAMELA 3C 像這個相機 有的要買嗎 這幾分鐘就對了 欸 它是怎麼用尺寸的 對啊 這樣應該 這樣應該 不是啦 這是東北爺的啦 那這裡不是 它怎麼不看對不對 它這有銀材錶是有那個啊 有檔案啊 好好好 你想放在那裡 我是以為你有商品 結果不是 那是有檔案的啦 拐好拐好 還有酒 酒類也有 好 包包啊 什麼的 至於借錢這個 不要都花錢借錢啦 它應該不會借你錢 這是針對本地人的 來 那有什麼店呢 大黑烏啊 大黑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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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插 多點齁 多點齁 大黑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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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說你今天到東京呢 東京有沒有大油 你看到東京就大油 你到東京然後也好 查 喔有 東京還比大阪多間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說 喔這個不是吧這個是公司吧 這是公司吧 這裡你看到 大油 那有一些他也是肩賣新品 但是這個地方你去買新品也是要小心 價格你要出口前你要記得 你要知道你的品牌 你要的這個 產品的價值 然後甚至你可以上網 上網看一下 上網看一下 然後你看他這裡還 還有可以換錢的地方 還可以換錢的地方 還可以換錢的地方 哇你看這間店 來看一下 賣手錶啦賣主堡啦 包包啦 小包啦 黃金啦 貴重物啦 金 金幣啦 酒啦 家電啦 還包含遊戲機 ipad 手機也有 電動工具機 樂器 樂器 古董 有價證券 好 油價券 來看一下 樂器 有嗎 有公布嗎 高價樂器收嗎 有收就有賣啦 有收就有賣啦 有的人會去淘寶啦 因為 你看 吉他啦 吉他賣手啦 貝斯啦 齁 音箱啦 欸音箱欸 好 那如果說今天 有人要買音箱的 可以去看喔 好你看 好 貝斯音箱啦 三十方 我聽說他們有蠻大的電 大黑屋 有蠻大的電 好他們有電 電部情報 電部情報 好 南部 那現在這個就是有 服務啦 什麼服務啦 有沒有停車場啊 什麼的 可以去看看啦 可以去看看 如果你真的有要 買一些貴重的 貴重的 好 可以貴重的東西 可以去看一下 你看這邊店鋪 那麼多醬 好 應該到處都有 那當然你說的這個東西到底 有沒有 應該這裡有一家齁 實際館 那它這一家就是專門在賣手錶的齁 你看還有 蠱蠱狗的 那個地圖 好 那這樣的話應該大家就知道了啦 你如果要去 國外看 一些競品的話齁 可以 比較一下價格 你看連鞋子都有 還有服飾欸 還有服飾喔 還有服飾齁 還有服飾齁 你看香奈齁 你看 還有衣服啦 賭辦家啦 不一定是有你 不一定會有你要的東西 淘寶就是這樣子 淘東西嘛 淘東西就是 不一定會有你要的東西 但是 它收的時候 他們當然會很清楚告訴你 有 有怎麼樣的 損壞啊 或者是 哪裡有 缺點 那你 你可以跟他談 要不要 殺價啦齁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自己現場跟他問啦 因為我也沒有買過競品 我也不了解 可是你看它這個都是 名牌的齁 比如說你看 愛馬斯 時尚配件 包包 什麼的 衣服 不一定會看啦 你一定要 教練 這是 酷奇啦 酷奇 這是要翻譯乖乖的嗎 那有些人就是喜歡買 穿名牌 買名牌 就 嘖 很難講 那 如果說是 outlet的話呢 outlet的話就是 你要去outlet買的 那我現在講的就是 大黑烏 那outlet的話 其實在日本很多 outlet 可以啦齁 二手精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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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吧 好 所以跟大家講 有興趣去到日本 想要買精品的 買貴重物的齁 自己 可以去找相關的店 參觀一下 那你看它裡面 有樂器的齁 有 有手機 台灣其實手機二手蠻多的齁 但是你要買有風險 對不一樣齁 然後家電齁 家電就是筆電啊 然後 電腦啊 什麼的 我會建議這種東西 你要在台灣能夠修 然後你要幫忙修 再去買 以前我有聽過嘛 就是 比如說早期的時候 PSP啊 任天堂啊 或者是其他的 日貨 水貨 那你要知道 那個保護不見得是有保 你有時候在國外買的東西 帶回來台灣吃美飽的齁 那你啊 你要修 只有一個方法 寄回去日本 呵呵呵 我以前有買過一台相機嘛 然後那個相機就是日貨 水貨 那老闆就說 公司貨有公司貨 寶會比較貴 那日貨可能就比較便宜 他有 他有日本的寶貨沒有錯 可是他是 你買比較便宜嘛 水貨比較便宜 你公司貨便宜 那壞了怎麼辦 那老闆就跟你說 那很簡單 就是 你包友啊 你包友 他幫你寄回去 因為寶庫內 他一定修 免費 那他就 你要包友 包來回友 這樣子 他就幫你免費寄 幫你寄回去 好 那 這就是 大黑壺啦 大黑壺 那可以 去了解一下 有興趣的話 大黑壺 應該是會有賣 然後他們有的 都還有自己的 網站 你可以去看 自己的網站 然後營業時間 接他電話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 日本的幫會講日語的 或者是 你今天 會用翻譯機的 可以去問一下 要不要大家的帶一個 那我 這邊就是 告訴大家有這個 訊息 大黑壺 不要在日本玩 走到路邊 不知道什麼是大黑壺 好 那我是老郭 歡迎來到老郭的頻道 那有人說 Outlet 以前 Outlet就是 賣過激品的地方 一般來講會比較便宜 但是 但是你要記得 Outlet 就打Outlet去找就好了 日本很多Outlet Outlet 現在慢慢變成有點像大賣場 他不一定是賣過激品 太當機品的東西 但是如果是真的Outlet的話 一般來講就是 會設在比較郊區 然後 就是 賣過激品 那你在台灣看到 一件很喜歡的 你去日本買過激品 不一定買得到 不一定買得到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東西 所謂的過激品 就是 當季已經沒有了 那他會把剩下的東西 移到 次要國家 次要目標 轉戰次要目標 通常都是這樣 他會設定幾個 大的 通常 商品是這樣子 最新的商品 他會賣在 每一個城市的首都 或者是大都市 他會列表 賣到幾個大都市區 這樣子 然後可能賣個半年 他就把它 沒賣掉的 沒賣掉的 轉到 第二級的城市區 也就是說 今天在台北 你看到一件衣服 或在東京 在東京好了 在東京你看到一件 八國魚的外套 很漂亮 他可能是一年前 在法國出的 流行的 然後他過了一年之後 在東京出現 在東京的某個巴巴公司出現 他不一定同時出現 有時候是 法國先出 過了一年 日本 東京 東京的 裝潰的店 才看得到 所以你看為什麼會有 這麼多跑單磅 跑去法國買 就是因為有些東西 尤其是法國先出 那如果你是一個 Fashion的人 會覺得說 我要去店 然後 在東京的某些店 他可能賣了半年之後 他就把它丟去奧類 賣過季品 那他過季品那邊 沒有社官專櫃 我們不知道 如果有社官專櫃 就是過季品 那如果沒有社官專櫃 他可能跑來高雄賣 他可能就是說 東京的Burberry 過了一年在台北跟高雄的 Burberry賣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他會有所謂的 過季的這個動作 然後賣到高雄和台北 然後再賣個半年 他整個就移到 台南嘉義的店 彰化台南嘉義 懂我意思嗎 然後可能在過個半年 他就把這些貨收一收 又拿去越南 拿去馬來西亞 拿去印度 拿去泰國 或者是其他的二級城市 不是一級城市 一級城市統 通常都是跟我們剛剛講的 那可能法國一年後 就到東京 到泰國的曼谷 到新加坡 到吉隆坡 到哪裡他的一級城市 都看得到 然後在過季 他就會把剩下的東西 因為有東西到最後會缺貨 缺貨他就會開始統計 統計集中起來 這個東西在一些國際的品牌上 基本上都有這個動作 就是會把貨運來運去 越賣越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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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可能一開始做一萬件 然後可能賣掉兩千件 還剩下八千件 就這樣開始有動 所以如果你喜歡 你不買下來 你可能過了半年 你喜歡的這些衣服 不見得看得到 不見得有 那是不是會在二手店出現 其實通常會拿來賣的 大部分都是有保持的概念 也就是說他的保友的狀態很好 他才會拿出來再賣 如果他的狀態不好的話 可能你再賣就沒有 你看 雙肩上有一些衣架的痕跡 有沒有看到這邊 人家做到這樣子 就是可以 所以這裡 這肩膀這邊有衣架的痕跡 額頭上面有物質 會起毛 所以 其實如果你只是想說 我有一件這樣的衣服 那很炫 那 你就用 261800 261800 除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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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 我這隻上馬來賣4萬塊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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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5 吼 吼 這隻上馬來賣4萬塊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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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